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繼續華叔在《新人透視》跟我們聊聊天 我們今天的節目是全全正經的 大家好 聖誕節 沒有看錯節目 今次跟華叔講講香港的政制發展 華叔 現在香港的政制好像也很濕 現在就好像前無去路那樣 進退失據 你覺得怎樣看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呢 雖然你不斷說反倒退、不撤退 但其實明顯地又在倒退 如果相對九七年前和後之後 在今時今日 不斷在倒退當中 實際上原地踏步是好過倒退 所以上一次的政制方案 否決了有些人不斷批評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也不是後退 假如通過當時的政制方案 就是一個倒退 譬如這次的政制方案 也是一個倒退的方案 不斷將立法會變成好像區議會化 現在很多的法民主黨派的人都發表了意見 但民主黨裏面可能有些人都會覺得 如果政府承諾2017有真的普選 以及在區議會委任者取消 或者開了一些條件 有得談 你覺得是否應該談和怎樣談 這也是法民主派提出的所謂路線圖和時間表 所謂真普選 他要講出怎樣才叫真普選 他不是一末叫真叫真 他是真的 假如他現在講出2017、2020的真普選 是怎樣的情形的時候 你才去研究他是不是真的 不是一末說真的 你看到最近也有很多人去解釋 甚麼叫普選 他解釋這個普選 跟世界上一般所認為的普選 根本就是不相同 1月1日你覺得怎樣呼籲市民 因為有些人覺得已經是遊行 已經很悶 或者民主派所做的活動 都會覺得是有點無力感 但我們怎樣繼續呼籲市民 支持民主的朋友一起去 做事不是看滿不滿的 看是否有意思 有沒有意義 現在美國那麼悶 是不行的 不可以直接說 1月1日斬出來遊行 是對現在這個政改方案提出一個抗議 要爭取真正的普選 真正的取消功能組別 我覺得是值得出來的 過去香港人都站出來 勇敢問出來 這次更加要站出來 現在所謂困境 我們就要用那些力量去打破這個群境 不要說沒什麼意思 悶 有很多事情 不只做一次做兩次 假如是正確的事情 你一定要堅持 終生堅持這樣做下去 沒錯 孫中山都不是一次革命成功 至少十次 都未能成功 都未能成功 他都說革命尚未成功 和自營需努力 我經常說 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沒有成功 是 是 但是 後繼有人就可以了 你說說後繼有人 現在社運界、民主運動界 就出了一群80後的年輕人 在蔡元村這件事件 或者反高鐵裏面 他們全部都走出來 都不算政黨領導的社運動底下發展 你怎麼看這群80後的年輕人 和他們對政黨那種不信任的關係 我覺得熱情我加 但是 在民主的道路上 是不能夠靠一時之用的 更加重要的 就是堅持的精神 因為民主不是 一個晚上可以從天降下來 我希望這群年輕人 能夠繼續努力 同時除了一些比較 比較熱鬧一點、激一點的事情之外 還要做一下實際工作 譬如自己的地區工作 關心自己的居民的生活 注意他們的生活當中 會碰到困難等等 其實他們都是有一批 曾經在民主黨的大會裏面有貴 有成的 講五區總辭的時候 是講五區總辭 民主黨的會議員大會裏面 華叔你都回應過 說這些不是一個民主的方法去做 其實你怎樣去看他們做這個方法去做呢 然後又整個花牌 又用香 你覺得其實這個方法 你覺得怎樣可以能夠 變成另一種力量 其實我批評他們 跪在這裏不是一種民主的態度 我的語氣已經放輕了 跪在這裏是老才的態度 是 爭取民主不是這樣的 同時 你一方面是貴人 貴人之後 又送花牌給人 叫人上路 即是叫人去死 這樣不是一個正常的爭取民主的態度 是不是一種大家可以有事地討論的態度 我可以說是在這裏玩 同時是惡意地去攻擊別人 你只是叫人去死 送花花給別人 但他其實很針對有三個議員 你說明一下 張文光 我覺得針對哪個都是不對的 你叫人去死 針對哪個都不對的 是嗎 是 即是我們只是叫人不要去死 即是你不要去死 不是 就不會叫人去死 有道理去談清楚 是 大家辯論清楚 是嗎 是 甚至你今天可以叫他們一個人上來談 是嗎 是 面對面談清楚 是嗎 就不要只有一個你可以罵別人 不給別人回應 或者是一種非常惡意的 是 一種侮辱人的這樣的態度 這就不是民主態度了 是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學一下這件事 是嗎 那華叔你會不會以私人的身份去支持五居總辭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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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呢 我就不做我自己不贊成的事 第二呢 我現在年紀大了 還怎樣去站台呢 是 你看到2008年 六人 民主黨選舉的時候 我都沒有怎樣去站台 是嗎 同時我覺得這樣 一個正式的選舉 或者所謂高投 不是靠哪個人站台 是否支持的 民意上支持你 你就能夠贏 若民意不支持你 你哪個人站台都是假的 是嗎 這個是最根本的道理 不要針對誰站台 誰不站台 這樣 這個這樣 本身已經是一個不重視民意的態度 但是相反 你的朋友 兄弟 馬丁 他又會很積極去做這件事 那 其中你說的一件事 大家都會很有趣想問的 你說馬丁是不懂得搞政治 其實在你眼中 應該怎樣為止是一個搞政治的態度 或者方法 特別是在中國 你要了解共產黨 要看中國 要看中國 要看中國當事 是 其實 我跟Martin的意見 對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民主 很多人經常說我們大佬文化 你看看 這次是否大佬文化 沒有影響 每個人都 我們在大會上 每個人都是三分鐘發言 五十多人發言 人人一樣 同時看到民主黨那次投票的結果 是反對的佔了絕大多數 百分之八十一 對百分之十九 證明那個意見的比較普遍性 同時民主黨的黨員 絕大部分都是參加地區工作 他們是區議員最多的 他們日常都接觸普通的居民 他們在大會上講的時候 都說出他們所接觸的居民 給他們的意見 所以他們說的 不是純粹他們的意見 是反應了各地區居民的意見 如果這樣說法 其實會不會整個民主運動 只看民意的做法 已經沒有了自己的觀點 會不會走到這個情況 怎麼會沒有自己的觀點 你剛才說的沒有什麼觀點 我們聽取民眾的意見 都要經過自己思考 你看看他們對不對 同時民眾的意見 都是非常有智慧的 你不要以為他們普通市民 就不會看東西 其實他們是很有智慧的 沒錯 我們都是普通市民 所以很多民眾都在阿樂TV 這裏給我們很多意見 又傳了一些片給我們看 下一節回來可以和華叔 一起去世美華叔的片 看看 好